今天我们要来讲主义主义的 2-3-1-2 对代表人物是布鲁诺 代表人是布鲁诺 布鲁诺那他的这个 我把它叫做辩证的一元论 Dialectical Monism 这是辩证的一元论 这个辩证在这里 当然我们知道 辩证的一元论 它是 其实我要说的是 那个这个 约等于 这个约等于这个 s 这个 约等于这个他后来这个等于说 实现了报复 实现了报复 在哲学上这个东西实现了报复 他实现了一种报复 布鲁诺的话 他为什么说他是辩证呢 因为布鲁诺他讲究一个 对立原则 对立原则 同时他认为这些对立面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相互转化 他把这种转化的这个过程叫做 他他 叫魔法 他把就叫做某种魔法 神秘的魔法 神秘主义的招式 启示 某种启示 某种启示 比如说他说如果谁要去什么探寻真理的话 让那他要去 就首先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 去 极大和极小 极大和极小 然后他在极大和极小之间能够一瞬间 通过一种神秘的启示啊 神秘的启示 然后他可以 感感受到这两个东西转化了 一瞬间 神秘的启示 转化了 一瞬间神秘的启示转化了 这个东西不难理解 不能他把这种东西 但是后世的一些变 庸俗的辩论法家把这个叫什么对立统一原则 这里不存在某种统一啊 这里没有统一啊 就这个东西他是一瞬间相互转化转化的时候就代表他们是同一的对立同一原则 那么结果布鲁诺就会认为这整个世界是静态的 静态的 所以我我甚至可以把这个变成英语言论叫做 啊 动态的静态主义 叫motional 这个staticism 静态主义 这个 Staticism Motional Staticism 就等于这个变成英语言论 我觉得这个名字可能更恰当 那我就叫这个名字 就是 在布鲁诺那边 他会感到有一个狂喜有个神秘主义的人 他认为这是某种 某种魔法你知道他认为这是某种魔法 啊 然后 那布鲁诺他最有名的说他是坚持了日行说 日行说 然后就被这个宗教给 烧死了对吧其实不是的 他他坚持不是日行说而是 而是宇宙无限说 宇宙无限说 他不是日行说 他是追求 他是提倡宇宙无限说 那么这个宇宙是无限的 所以 宇宙当中他认为宇宙中有 无数个 星系 那么在那个时代这个星系就被 把握成圈层的世界 圈层世界 其实布鲁诺呢他是 反对有任何的 等级之世界因为圈层世界是费也斯吗 费也斯意味着等级之意味着 等级之一层一层的就是球一圈一圈的 意味着等级之 但是 我我我我我要强调一点我 我在这个二杠三里面的这些人啊 二杠三本身是奥卡姆剃刀 然后二杠三杠 二杠三杠一呀 二杠三杠一是奥卡姆提的 二杠三杠一杠一是这个库斯塔尼古拉 二杠三杠一杠二 这些人通通都是反等级之 反等级之 也就是他们通通都是反什么 反亚里士多德主义啊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核心就是等级之 特别是这个圈层说 他反这种圈层说 他会直接告诉你宇宙中有无数个这个星系 所以在这个一上讲星系这个东西 你没有必要去设立什么星系什么星系啊 也就是说 也就没有星系 宇宙中有无数的星体 那么 这些星体因为他是无数的 然后宇宙是无限大的 他是无限大 没有边界 无限大 所以没有中心 没有中心 所以所以布鲁诺他并不是坚持日星说 他是坚持无中心说 宇宙是没有中心的 是无限大的 然后但是他被烧死的原因 他被烧死的原因不是因为日星说或者说他认为地球不是中心 他被烧死原因是因为 他的异端啊 他的异端 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人道主义被烧死 他是一种人道主义 他人道主义他相信那个 啊这个 克莱斯特 他认为克莱斯特 不是 不是那个那个那个GOD啊 认为他是一个是个什么高级魔法师啊 他认为克莱斯特是高级魔法师 然后他去给一个人做家庭教师的时候那个人后来背叛他的把他的这些 这些 当时把这种东西叫 哈罗斯呀 哈罗斯 然后就告发了 他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 然后他相信 相信 人可以通过这种 魔法 他的 他说的魔法就是这种神秘启事 就是 就是在你一个你把这个推到极致的时候把一个推到极致的时候他就会转化 极小推到极致的话他就会转化 智小无内呀 没有内在东西 那其实当中转化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是空间啊 就是空间啊 空间 空间就是 纯作为纯无的那个空间 智小无内 智大无外 他们两个为什么能短路呢 因为内外的边界只有物才有内外的边界只有具体的物才有内外的边界 具体的一个轮廓性的有轮廓的物才有内外的边界 他一个没有内部边界的东西同时他就没有就是 当你有边界的时候很简单你去推这东西很点点 当你有边界的时候 当一个物啊有一个完整边界的时候怎么样 你思考一个实体他有边界的时候他肯定是同时有内同时有外 对不对 因为边界他是划分内外的内在心外不行他同时有内和有外 所以当你推智小极小 智小无内最小的东西是没有内部智小无内的话他这个没有内在的时候 那就他这个两个必须同时出现因为边界 那就少一个少一个两个必须同时两个都没有了那么智大无外这个时候智小和 极小和极大就短路了 这是最简单的说法 但如果我们要说他的 严格的用用现象学来分析的话用空间性的现象学来分析的话这很复杂我就没时间跟你们在这里扯了 那么我要说的就是说 然后我们 呃 就是这种这种他把这个东西叫做魔法实际上他是一种什么 他这种什么 他是一种啊 他是一种 呃 specul speculative reason 他这种思辨理性 但这种思辨理性呢康德会批判他因为他在 搞这种 就辩证性的辩证法搞这种短路的概念之间短路的 偶合 概念之间短路的康德认为这种东西是一般人解释 解释不了理解不了的也没办法用逻辑来澄清的这个是不合法的 康德 这个speculative是向他后来刺激的近代科学产生 近代科学的产生一定要有speculative 这个reason 啊 思辨理性 没有思辨理性的话 没有 假装理性本身就代表大他者的视角的话 假装理性说出来的东西本身就是本体论的话 那么 理性如果不能够直接代表本体论去思辨的话 去突破概念系统让让这个符号学体系转路的话 让比如说这个极小和极大短路的话 那他是不能够把握到这个 空间的 他没有办法把握的空间 但是这个空间实际上在布鲁诺那边这个空间又立刻 物化了他立刻物化了这个东西 叫做乙态 波鲁诺认为那个无限的宇宙当中存在的那种物质 作为他的介质 作为他的介质存在的那个物质那个实体啊 就是乙态或者我们不叫的 spiritum 叫零零分啊或者零质 零分 或者零质 乙态 他是一种极细薄的一种air 极细薄的气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实际上他是激发了线 激发了那个近代哲学 以太制概念被做成一个无限的 普遍的 还是可 而且是可动的 而关键他是可动的 关键他是可动的 关键这个以太还是 运动 运动的一个承载者 而且他是什么 自 自发延续的运动 这个是启发的加利略的 又在 在 在这个布鲁诺那边 以太自己是动的 他自己 具有自己 延延续自己运动的那种能力 啊 他自己可以激发自己的 这就是惯性啊 惯性 惯性 空间本身具有某种惯性 你怎么理解 因为后来空间 空间性本身就就被解构了空间 空间和物质是一种东西 空间场本身也是物质 然后 这个对于近代科学都是有启发意的这些这些 无限当中充明着 一种介质以太 这个东西都是对于这个 然后这个以太可以作为 免费事物在里面 因为传统亚类师作者认为事物 他动力需要推动力啊 需要外部推动力啊 他如果一推不动了 过一会就不动了呀 那么这个时候这种免费的 介质性的到处都有的无限的这个以太就可以 为事物的惯性惯性概念是怎么产生的 就这样慢慢来的 但是这是一步嘛 我只说这是某种speculative思辨理性 他思辨出来的东西 他就类似那个时候他还认为这是某种魔法 精神获得的某种魔法 就所以布鲁诺有他局限 但他做的事情很伟大 你们不要把布鲁诺看得很简单 你们去看那个原因什么 什么什么和太一啊 原因本源和太一样的本书叫什么名字 原因 原则和太一 原因原则太一 原因 原则 和这个太一这本书和统一啊 和统一 unity这本书 实际上这个统一就是太一 这个太一是作为这个无限宇宙的这么一个统一体 对立统一不要用对立统一这个词 对立统一这个词 神经命啊 这个 这个unity是个很大的词啊 unity是个很大词 unityunity是很厉害 很很很大很大的一个词 他就就这个太一啊 他太一这个词 你不要用是对 对于同一啊 对立面之间是个统一关系 重叠关系 转化了之后 它是同一个东西 你不要把这个两个东西 然后说他们这个 转化面运动加起来总共可能说三个环节 变成一个统一体 不存在着统一 怎么可能统一体是哲学上一个很大的概念啊 然后我们看他的格啊 他在场域论上 二两元场域一个是宇宙就是无限的那个宇宙啊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圈层世界啊 圈层世界是包含在宇宙内的那个世界小的世界是包含在宇宙内的 和什么 和这个太一啊 就是这个太一就是 他的原因原则就是他背后那个神圣法则神圣法则 这个神圣法则是 超时间的 不或者我这个宇宙呢他是无时间的 或者说他是就是他是 他的那个他的动态是伪的动态伪动的 就他永远是在循环的但是那个循环就在太一眼里他其实是不动的太一是超时间的 超时间的 因为他是超时间所以他代表时间性 所以他代表太一这个这个神圣法则代表时间性而这个宇宙呢他代表 他代表空间性 空间性 代表空间性 这个这个东西其实那么在本体论上这个东西这里就是这个以太 然后那个 还有繁俗的物质繁俗的物质 就是 啊 我呢他这个三元关系他是一个比较协调的三元关系没有一个什么对立啊应该如果说以太还有是 还有 各种星体啊星体 星体年包括土壤和生命 这比较繁俗的这个是 较精纯的这个是较繁俗的那么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 太一 这是绝对的一 绝对的 那么真正的实在性在这里 这个东西才真正实在性 导向这里 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其实是有对立的因为他是动的 而他是不动的 他是不动的 他是动的他是不动的 然后被什么调和了被生命 被生命 被生命啊 被生命调和 被这个具体现实世界的这个生命所调和 啊 那么 呃 我思 这里其实就有有点说就是我思扣折折折折折折折在这里我们老时候扣折折折化成为本体论一个东西 他是冒充谁呢 我们扣去头他冒充的是这个 其实冒充的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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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的 嗯 他至少他认为这个东西 他他甚至认为太阳 太阳里面那些光芒冒出那么万丈光芒也是这个 太阳和和地球一样里面也是土壤也有生命 也有人住在里面 只不过他们魔法师更厉害 他们可以放出光来 然后最后在在认识论上 他是一 那么就是这个思辨理性 思辨理性 他通认为通过这种魔法性的 magical的思辨理性 这种思辨理性在他看来 就是具有某种魔法性 你知道吗 只不过 然后他在 其实他他会研究很多那种 那种 herocid里面的一些一些魔法 他会研究这种东西 布鲁诺会研究这种东西 然后他又持有很多的违禁书籍 然后最后他因为这些东西 最后死了 他思辨理性是带有神秘性的 神秘学色彩 那么这个神秘学色彩 其实没什么了不起 他只是一个符号学短路而已 说穿的 他是一个符号学短路 符号学短路 其实处处可以发现 只要你细心去考察 你会发现每一个符号 和每一个符号都可以短路的 他会发现一些 这些范畴之间是可以短路的 这些空间结构里面 是相互之间都是重叠的 都是互相之间 你借我我借你都是彼此依存的 内外大小 这些符号学的这些符号 其实都是彼此交叠着依存的 去掉一个就没另外一个了 然后他都很容易短路 你要学符号学短路 你可以去看我绘师那一期 绘师那期 里面就大量的符号学短路 我教你的 没技术很亮的 这个东西是会被神秘化了 那么布鲁诺就认为 这种词辩 他是具有具有这种法力的 最后在目的论上 目的论上你还记得呢 这个渐进 渐进无限 之前在那个 和什么东西对立了 禁止 渐进无限这种运动 和禁止运动对立起来了 就是停stop 过我们凡俗的 凡俗 就是做一个本本分分的 本本分分的 那么这个 他是借助于 那个 借助于伊斯拉末 伊斯拉末的著作 伊斯拉末的著作 和那个阿里乌教派 他认为这个 他认为 这个是个高级法师 克莱斯特 那是阿里乌教派 阿里乌教派 阿里乌派 阿里乌派的一些观点 那是个高级法师 就是差不多是那种 呃 那个毕达哥拉斯那种人 毕达哥拉斯那种人 毕达哥拉斯那种人 而这种认为 整个世界是禁止的 本本分分的 他这个是那个 呃 他的依据是那个 呃 伊拉斯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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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禁止 其实渐进无限和禁止 这两个结合起来 我们就得出了 所以就得出了一个 他对于他认为 所有星体 都是在无脑循环 循环 实际上就是禁止 实际上他是怎么来 这这个他他对于这个 世界的目的论的 一个二分啊 他认为一切都要禁止就行了 一切都在太义里面 得到的禁止 他会把这个东西 渐进无限的运动 给它消极掉 所有的循环 就是相互转化 就是那个对立 对立面相互转化 对立面相互转化 他认为不存在 呃 无限 他认为不存在 渐进无限 就是那个 库萨的尼古拉 库萨尼古拉 他所认为的 就是这个2-3-1-1里面 库萨尼古拉 认为整个世界是一个 趋向无限 渐进无限 渐进线 就是 hybolic hyperbolic hyperbolic 我可能拼错了 不管了 就是那个 那个双曲线 那个词 双曲线 hyperbolic 双曲线 他是切剑 一个一个切线 渐进无限 渐进无限 但这种目的论 就是要要向那个 向那个权威 向那个至高屈服 要追求那个权威 但是他认为 这个布鲁尔认为 人直接可以 就是因为那个 伊拉斯莫的 那个那个理论 他有点人道主义的 人道主义的那种追求的 人应该 就是伊拉斯莫是一个强调 他就有一个愚人颂啊 他有本书很 叫愚人颂 愚人颂 他有本书很有名 就是 就是那个 夸赞蠢人的 那蠢人为什么值得被夸赞 因为他们本分 本分 他们自己就是自己 不不像那些聪明人 假装自己可以超越到无限 假装自己很厉害很屌 然后他又愚人颂 一个愚神的伊拉斯莫 一个愚神的口吻 去嘲讽那些是 世间的一些所谓聪明人 那些聪明人 其实就是那种 你知道的 你懂的 他们就是用用一些邪说去去混淆事情的 欺蒙世人的 然后他就以愚神的口吻去夸赞愚人 因为愚人他是本分 他就是禁止的 这种禁止反而更切近于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Unity 更切近于这个太义 The one 更切近于The one 所以这种在这种禁止看来 所谓的渐进无限只是对立面相互转化 那么既然对立面相可以相互转化 说明根本不存在对立面 那既然根本不存在地面 所以不存在渐进无限 所以渐进无限是要把 禁止这种目的论 是要把它给消解掉的 禁止意味着 本本分分的为实论 某种为实论 不要搞形式主义 为实论 然后是 然后是一种人道主义关怀 人道主义的 渐进无限的话是这个 你可以看成库萨尼古拉的 他库萨尼古拉 他是追追求权势的人 他自己做了那个 做那个书鸡 书鸡 所以他就是追求权势的 对不对 所以他会继续在自己的伦理学上 要搞一个渐进无限主义 你看 你们要看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其实 其实 其实啊 布鲁诺不可能因为这个 这个宇宙无限说 宇宙无限 无中心说 布鲁诺不可能因为 有宇宙无限 无中心说 被被被杀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戈白尼日清说 还在那个时代 在他活的时候 没有被公开宣布是heresy 没有被公开宣布是heresy 不仅如此 库萨尼古拉本人 库萨尼古拉 他是一个位高权重的 做到书鸡啊 他也持有这个宇宙无限 无中心说 他屁事没有 因为他在伦理学上 还坚持渐进无限说 他还是自己人 那么 他真的死的原因 是因为他强调一种禁止说 他强调一种 强调一种本本分分的 强调一种人道主义 强调一种 强调一种 新的 其实他 他这个 伊拉斯莫和那个 那个统治 那个这个 路德和路德 关系很好的 他本来关系很好了 后来 他觉得路德太野蛮了 他呢 就布鲁诺呢 布鲁诺则是 他这种禁止说 实际上是很戳道的 很戳道 因为这个东西 世俗王权 是会喜欢的 而且那个市民阶级 新兴的市民阶级 自己做自己 老老实 本本分 他也会喜欢的 就有权力 有权力 有钱就可以了 不要搞什么 渐进无限的 所以这个东西戳到他了 然后这个东西戳到他的之后 然后再加上说什么 克莱斯特同志 是什么 毕达哥拉斯那种人 说克莱斯特只是个高级魔法师 那么结果 死定了 他就死了 他就死了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这个体系 这个体系 这个体系和这个Stalinism很像 很像 但是这个里面 这个 但是他这个目的论 他这个运动的两极 不太一样 那我们 如果我们将来 有机会再讲到 这个Stalinism的话 时候再说 不一定能讲 那么反正 不要误解 这个布鲁诺 布鲁诺到底究竟为何而死 究竟为何而死 你们要自己想一想 不仅仅是因为什么日新说 日新说这种东西 不是的不是的真的不是的 而是因为他动摇了真正很重要的东西 他动摇了真正的很重要的东西 然后他他其实在这个在这种挣扎努力之中 他其实又外打正着的 但是他那种激进的解放精神 实际上启发了很多 比如说以太说 比如说以太是可以动的 也是无限的 整个世界是无限的 这是这是 还是是把这种对立面相互转化 就是符号学 符号学短路的这种游戏推而广之 然后是具体个体就可以自己不依凭于权威 一个外部机制的一个权威 而依凭于自己的speculative reason 那么这个东西实际上是被后来的这个 新那个改革给吸收了 很重要很重要 然后很重要 这东西很重要 所以你们不要 请不请请不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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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